它在全球范围的高速公路 普通公路 所有公路挑战燃油效能 汽车价格在世界各地上升的同时 它仍然是燃油效能最佳的小型房车 同类车中率先使用1.4升涡轮增压引擎 高性能 低油耗 难怪它在全球60多个国家都是增长最快的品牌 在本国同受欢迎 全新Chevrolet Cruz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超越一般驾驶 Cruze 观众朋友晚上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1月10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先从本地方面了解起 多伦多市长福特今天公布他上任后的首份预算案 这份预算案一如所料 突出财政紧缩政策 包括冻结地产税 市府各部门的运营经费削减5%等 但是预算案当中 公车局上调票价的建议 让人有些大跌眼镜 福特表示 这份预算案是市府消灭结构性赤字计划的第一个步骤 而明年的预算案 福特将提出更多大幅削减开支的措施 根据预算案 多市地产税将维持不变 市府的运营开支将削减5% 也就是4600万加元 2010年市府的运营总开支是92亿加元 福特说 即使没有联邦和省政府的拨款 市府也能够实现预算案的目标 但事实上 并不是所有部门都同意这份预算案 多伦多警局 公共卫生局和公共图书馆管理会 已经要求增加预算 幅度在0.7%到3%之间 市长福特今天也对这些部门的领导 下了最后通牒 另外福特也在预算案中 做出了一些牺牲 包括上调公车费 福特指出 公车局员工建议上调票价 是为了能够应对大幅增长的客流量 公车局主席Karen Stins表示 如果在未来两周 能够找到避免涨价的方法 那将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真的要上调票价 那么从2月1号起 TTC单程票价上涨十分前 月票和代币的价格将随之上涨 只有用现金购票的乘客 不受影响 涨价后 TTC周票将由36加元 上升到37.25 月票从121加元 升至126加元 代币从2.5上升至2.6加元 我们再来看 安省政府今天宣布 注资500万加元 用于帮助消灭床尸灾害 床尸又称臭虫 寄居在床榻 木器家具等的缝隙当中 它吸食人血 同时还会传播病菌或是病毒 这种红褐色的寄生虫 近期有增多的趋势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 2010年接获并且处理的 床尸投诉超过1500宗 再来一起关注加国方面的消息 周末的一场暴雪 导致阿尔伯塔省南部 一段横加公路关闭 大约有数百名司机 被迫滞留在当地的小镇结束 被封闭的路段 位于卡尔加里市东部 在Strathmore和Redcliffe之间 皇家起警于今早 临时开放了Redcliffe的 Soffield C型车道 但只供当地生活和工作的居民使用 并会在天黑时再次关闭 至于东行车道 警方仍未开放 在卡尔加里市 警方告诫司机 由于路面结冰 驾车时要极为小心 在过去的24小时内 该市已经发生220宗车祸 其中27宗有人受伤 另外一名68岁妇女 上周六在卡尔加里南部的 横加公路上因车祸丧生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今天在 安胜金斯顿一个商务演讲当中呼吁本国的房屋业主以及各大银行在房屋贷款方面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加拿大央行副行长 将成为本国经济持续复苏的阻碍 称想要保持房屋融资市场的稳定 首先需要借方和代方更加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 另外政府还可以采取措施 对信贷市场加以一定的限制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率领全国人民 为美国西南部枪击案的受害者进行默哀 这次枪击事件导致6人死亡 并结识一名国会议员受众伤 奥巴马总统和夫人米歇尔在白宫默哀 与此同时国会工作人员和参观者 聚集在国会山的台阶上 向星期六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 发生的枪击案的受害者表示敬意 枪击惨案发生时 女众议员加布里·埃尔·吉夫斯 正在一个超市外与选民见面 死者包括一名联邦法官 吉夫斯议员的一位助理和一名9岁女孩 枪手嫌疑人杰雷德·拉夫纳 今天在凤凰城的联邦法庭出庭 22岁的拉夫纳被控犯有一项 企图刺杀国会议员罪 两项杀害联邦政府雇员罪 和两项企图杀害联邦政府雇员罪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众议院本周计划进行的投票 已经被推迟 白宫和其他公共及军事建筑 这个星期都会降半期 再来看 澳大利亚东北部城市图文巴 10号遭遇洪水袭击 造成至少4人死亡 不断汹涌而至的泥江水 将汽车如玩具一样冲来冲去 图文巴市 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 昆士兰州 人口大约9万人 由于预计还会有洪水来袭 政府呼吁 住在低洼地带的市民 立即搬迁到地势较高的地区 这是深受洪水困扰的 昆士兰州传出的最新一起灾情 去年11月末以来 洪水灾害已经造成14人死亡 20万人受灾 印度北部接近零下的温度 以及喜马拉雅山区吹来的寒风 9号一晚就冻死了十几个人 寒流持续三个星星 已经夺走将近100条人命 在这波寒流受灾最重的北方邦 截至目前已经有81人被冻死 多数死者都是穷人以及游民 北方邦是印度最穷的省份之一 1.8亿的总人口当中 将近五分之一无家可归 由于人数太多 收容设施有限 地方政府在路口以及车站等 游民集中的地方 生火供流浪汉取暖 除了北方邦以外 与其相邻的比哈尔邦 学校也已经全面停课 伊朗运输部长10号说 初步调查表明 9号晚发生在伊朗客机的坠毁事故 其恶劣天气导致能见度降低所致 伊朗运输部长表示 目前飞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已经找到 伊朗运输部应急小组负责人说 从目前掌握的证据看 客机在抵达目的地上空时 因天降大雪 无法在乌鲁米耶机场降落 机长决定返航 随后飞机坠毁 那天时间9号晚 发生在伊朗西北部城市 乌鲁米耶附近的坠机事件 目前已经造成77人死亡 其中包括11名机组人员 另有28人受伤 由于部分伤员伤势严重 遇难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西班牙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 埃塔组织10号宣布永久性停火 西班牙内政部长随后表示 埃塔组织的停火声明 虽然不符合西班牙政府的期待 但是也不是坏消息 埃塔组织向媒体公布了 用巴斯克语 西班牙语 与英语等撰写的声明 声明称 埃塔决定宣布 进行永久性与全面停火 国际社会可以进行验证 声明还说 这是埃塔组织 为实现永久性解决 并结束武装对抗 而做出的庄严承诺 这是埃塔组织 首次单方面宣布永久停火 据报道 40多年来 该组织制造大量爆炸与枪击 等暴力事件 一共造成829人死亡 国际新闻到这里 先暂时告一段落 稍时休息 广告回来继续关注 中港台方面的最新消息 稍后见 最原始的味道 是由美味的食物而开始 以克为本 加上超凡的技术 唯有山本 闪亮登场 全新Chevrolet Cruise 欧洲记者评为2010年最佳汽车 也是印度的年度最佳汽车 它还是世界巡徽锦标赛 英国 意大利 德国 和巴西各战的冠军 世界验证了这部轻型汽车的 不平凡故事 全新Chevrolet Cruise 同级车系中最省油 10个标准安全器档 加拿大最佳保用服务 超越一般驾驶 Cru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1月10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继续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0号 中国共产党第17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召开第6次全体会议 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在会议上强调 2010年各级党委 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标本监制 综合治理 呈防并举 注重预防的方针 加快推进城市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党风连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取得了新成效 积累了新经验 胡锦涛指出 必须清醒地看到 党风连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依然面临一些突出的问题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任务依然艰巨 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举措 坚决惩治腐败 有效预防腐败 进一步提高反腐畅连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强调 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 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执行情况的监读检查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第二 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在统筹推进教育 制度 监督 改革 纠锋 惩治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 努力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不断提高预防腐败能力的水平 第三 加强领导干部清廉自律工作 继续抓好领导干部连结自律 各项规定贯彻落实 第四 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工作力度 坚决遏制腐败现象一发多发势头 第五 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治理 深化专项治理工作 第六 加强对地方换解工作的纪律保障 防止和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证之风 胡锦涛强调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 要带头坚持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 坚持把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 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指导原则 工作部署 队伍建设中去 各级党委要切实负担起 全面领导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政治责任 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的领导 保证纪检监察机关充分履行职责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访华行程 当地时间10号下午 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 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一行 习近平在会见中表示 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两国关系中复杂因素较多的 敏感领域 两军关系的发展必须建设和维护 一个稳定可靠的政治基础 这就是相互尊重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希望两军防务部门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维护好两军关系的政治基础 确保两军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习近平就台湾问题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 向盖茨一行介绍了 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情况 盖茨表示 近段时间以来 美中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 进行了密切协调与合作 取得了许多成果 盖茨对此访就美中两军关系 达成的重要共识感到满意 表示将与中方一起推动美中两军 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盖茨还就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谈了看法 网绕TV 杨企丽报道 此外 在当地时间10号上午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上将 在北京与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举行的会谈 梁光烈说 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需要双方共同努力 按照尊重 互信 对等 互惠的原则 把握正确发展方向 扩大共同利益 化解矛盾分歧 盖茨表示 美中两军关系是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 共同倡导的积极合作全面的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军不间断地开展各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有助于增进互信 减少误解误判 会谈结束后 梁光烈和盖茨共同会见了记者 中美双方一致认为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军事关系 是两国元首关于建设21世纪 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方均期待着胡锦涛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双方重视中国中央军委徐才厚副主席 2009年10月访美期间 与盖茨部长达成的 关于推动两军关系发展的七点共识 中美双方确认 今年上半年 陈敏德总参谋长将应邀访美 双方同意将于2011年上半年 举行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 保游TV 杨雪队报导 来关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访欧行程 当地时间9号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抵达英国北部城市爱丁堡 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应英国政府邀请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于当地时间9号上午 抵达爱丁堡机场 开始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在机场发表了书面讲话 他表示 近年来中英关系稳步发展 双方政治关系巩固 各领域合作富有成果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国际金融危机 给中英都带来严峻挑战 也为双方加强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在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 中英加强合作 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表示 希望通过此次访英 与英方共同探讨加强合作 推动两国政治上 做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伙伴 经济上做互利共赢 共同增长的伙伴 国际事务上 做密切沟通 平等合作的伙伴 爱丁堡是李克强 此次访问英国的第一站 随后李克强将赴伦敦访问 与卡门伦首相 克莱格副首相分别会见会谈 并出席金融 投资 贸易 能源 文化等领域 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子仪式 出席公商界晚宴 并发表演讲 李克强还将会见 英国外交大臣黑格 财政大臣奥斯本 等多位英国内阁成员 参观可再生能源开发 以及文化项目 网绕TV 杨写局报道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9号是39的第一天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进入一年最寒冷的时段 中国中央气象台 于10号发布了冰冻黄色预警 10号 中国南方降雪 以及冻雨天气 主要集中在湖北 湖南 江西 贵州一带 渔坤高速公路 宇南绍冲段 因大雾河道路结冰 一度有近6000辆车 被困路途 滞留车队长达30多公里 经交通部门全力疏打 目前大部分车辆已疏散 另外 贵州 湖南 四川 重庆等地 也因道路结冰 仍有部分公路出现封堵 当地公路部门正在加紧疏通 中国南方正在持续的凝动天气 与新一轮的冷空气叠加 对道路交通产生较大影响 但气象专家说 从局部情况来看 影响范围与强度 不会比2008年的雪冻天气严重 中国南方持续凝动天气 导致多条供电线路受损 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 贵州多条供电线路 仍然受到凝动天气的威胁 抢险人员日夜巡查 保障电力正常供应 重庆 湖南等地的电网 也出现严重复兵 电力部门进行人工除兵后 一度断电的乡镇 目前正处于恢复状态 再来看2011年中国春运的消息 当地时间10号 中国2011年春运铁路售票启动 根据预定的方案 节前广东的9个乘车站 和节后湖南的21个乘车站 将分阶段继续实行车票实名制 武广高铁将首次实行车票实名制 郑州至西安高速铁路 也将实行车票实名制 自1月19号春运首日起 郑西高铁 郑州 宫一南等6站 将对G字头列车实行车票实名制 实行实名制的车票于当地时间10号8点开始发售 同时武广高铁以及广东和湖南的 共30个普通铁路车站 也将实行车票实名制 旅客持居民身份证 户口本等25种 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可直接购票 武广高铁车票的预售期为10天 预售期调整方面 节前广东三大区域的各车站 在1月10号到16号按预售期6天发售车票 1月17号到28号按预售期2天发售车票 1月29号起恢复预售期10天发售车票 我们再来看 中国内地去年11到12月 共搜获了600多万件盗版的光碟等侵权的物品 当地时间10号部分物品被集中销毁 行动中搜缴的盗版光碟 全部放入机器中销毁 去年11月到12月 中国内地的一个打击侵权的专项行动 在全中国多个省市 搜获630多万件盗版光碟 书刊及电脑软件等 这次集中销毁其中500多万件 未来也会继续重点打击及销毁 不过当局强调 打击盗版不能够只靠一次性的行动 至于这次行动 够搜获600多万件侵权物品 但只向违法人士罚款300多万元 中国国家版权局表示 只有轻微的案件是罚款 其他较重的案件 是交由司法机关做刑事调查及处分 当地时间10号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 在北京会见了香港传媒界高层访经团 据了解 此次香港传媒访经团 由香港电台 香港商业电台 等媒体的23名高层管理者组成 王光亚与访问团成员 就两岸3D媒体传播的构想与理念进行了交流 王光亚表示 香港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地区 香港媒体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国际化的思路 是宣传中央方针和政策的重要纽带 对香港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 起了关键作用 国务院港澳办会给予香港媒体 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中港台新闻到这里 先再次告一段落 稍事休息 广告回来还有体育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别走开 Remax Realtron地产 Tony LINE 帮您最短时间买卖到最好价钱 最少麻烦愿意聆听 荣获Remax Realtron地产 白金地产会大奖 Tony LINE是您地产的Super Guide 到处都找不到最新的欧洲名牌时装 来D3 Fashion时装专门店 就可以找得到 并且以最合理的价钱 买到多款最新 最齐尺寸的欧洲名牌时装 还有时尚潮流色物任工选择 再加上地点方便 位于城市广场B23号铺 中央大唐侧 快点来选择你的心水时装 WOW TV现成聘财经主持 具有一定的财经知识 流利广东话或国语 良好表达能力 样貌端好 有益者请电邮至 hrfccmedia1.com 先来看NBA方面 东东某龙队昨天在主场 迎战萨克拉曼陀国王队 凭借着Andrea Bornearni 攻入的30分 猛龙最终以118比112 送给国王在客场的第10连败 Andrea Bornearni得到全场最高的 30分和8个篮板 Lamondor Rosen也攻入28分 至于在西部排名垫底的国王队 Benner Woodrick贡献25分 替补出场的Carl Landry 也有22分进账 再来看足球方面 西甲赛是皇家马德里 主场迎战维拉利尔 两度落后的皇马 最后凭借着 C-Lonard上演的帽子戏法 加上巴西球星卡卡 取得复诸后的首个进球 以4比2逆转对手 在联赛积分榜上 继续保持与巴塞罗纳 两分的差距 开赛仅7分钟 维拉利尔就由卡尼 建议队友传球掀开记录 而3分钟后 鄂切尔传中给无人看管的 西罗纳尔多 后者一时中地 皇马火速将比分拌平 第18分钟 维拉利尔意外地再度取得领先 鲁文反优位成功后 面对卡西利亚斯 将球挑射入网 到了半场补试阶段 沙比阿罗索开出任意球 西罗投球破门 将比分追成2比2平 下半场比赛战至第79分钟 皇马连番失射 最后西罗补射命中 再得一分 中场前8分钟 卡卡坚引西罗妙传进攻 将比分拉开至4比2 这也是他商誉复出后的 首个入球 此以后皇马保持主场全胜 继续向巴塞罗纳施压 体育消息过后 来关注一下 多伦多现在户外的天气状况 现在户外是多云的天气 零下8摄10度 吹每小时15公里的北风 加上风动效应 感觉起来只有零下15度 了解一下未来5天的天聚测 再去看一看 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英国威廉王子与女友凯特·米德尔顿的婚礼 将于今年4月29号举行 经过竞标 中国的陶瓷制品公司 获得了威廉王子婚礼用词订单 这将给两位新人的婚礼 带去一股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目前首批产品已经在广西烧制出炉 在广西的这家陶瓷产品生产车间 第一批贴有威廉王子和女友凯特·米德尔顿和影照的陶瓷杯 陶瓷盘烧制出炉 这些产品色泽亮丽 又面柔雅 给人以优美清新 尊贵典雅质感 按照计划 这批陶瓷将于1月15号起于英国 这批瓷器一共是1608件产品 主要是用于威廉王子的婚礼用词 以及婚礼的礼品词 中国的陶瓷享誉世界 中国在欧洲推出的陶瓷制品 多为高温硬质瓷 与幼中彩相结合的产品 突出了中国陶瓷的传统工艺 与现代烧制技术 早在8个月前 广西某公司就获得威廉王子 婚礼用词的竞标消息 英国王室委托人 根据过去10年来 这些企业在欧盟国家 提供的礼品质量情况和海关数据 评价企业实力后 选定了中国的致死企业 包TV 李超报道 1月10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是高航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